... 大家好,我是小明星 好,那...就算是時間好像到了 那我們就 來 對啊,那先來做IP就走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直接開始啦 那你講聲音啦,會變好 我可沒準備這麼這麼多的那個 沒關係,我會問問題啊 好好,謝謝 反正這一場主題是叫Casset 對,那就是兩人的一個專案這樣子 我幫你拍照的有點,就是這麼多群眾 人生很難 那,對,那這個作為交流就差不多了,你就不提了 好,那,我們大概第一個會想說 好,那這個套件到底是什麼東西 卡帶啊 那,對,那,呃,卡瑟是,就,呃,那個叫什麼錄音帶 你看看過那種,小時候既然他用錄音機的話 會放那個小小的瓷帶,然後捲捲捲 那瓷帶會被小的拉出來,然後又捲不滾圈那種東西 就是,就是卡瑟,就是指那個卡帶 對啊,然後,那,他可以做的事情是說 就是,他今天提供了一些,呃,API的一些方法 讓你可以在,你的,Julia 的語言本身上面 然後在,在,就是,完全沒有,就是 不知道卡瑟這東西的情況下 然後去額外的塞入,不然就是 你卡瑟寫的這些code 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就是,你在,Julia 的 這個,就是你的compile 的這個 中間呢,然後去塞入你額外寫的這些code 然後去做出一些,就是,我們叫做 contest of statistics 的比開電 這樣子 好,那我們後面會在細部講說,就是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好,那,就是,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東西 那,第一個要,呃,就是想到的是 就是,你在,大家很多人在寫這種code 件的時候 他其實,其實,你都在,嘗試在做一些事情 就是說,嗯,你其實要做的是 一種比較多 non-stander 的 interpretation 比如說,你今天在做一些 數學運算的時候 你其實,你需要同時去做 呃,去計算你的上下邊界在哪裡 比如說這個,某個變數 x 他在做完一個運算的時候 他的最大值可能是,呃,1.0 然後最小值可能是0.5這樣子 那,一般的 常見的做法,我們會透過就是 overloading 的這樣的方式 如果我們自己建,建一個type 然後裡面可能有,有 Value x,然後跟他的 upper font和 lower font 那我們再,再去把 就是對各種運算去做 overloading,然後所以我們可以 就是在這個運算的同時 然後去確保他的邊界就是 揚背基幹在裡面 對,但是,其實這樣的做法 其實會有,會有 許多,就是,標碼的問題 因為你今天,你需要你的程式本身是對 就是,這個overloading是有 注意到他,他需要有跟你的 這個type 是制的,那 好,我這邊講的是 剛才,這就是剛才提的這個例子 就是,為什麼自己已經這個 嗯?你扣是不是很舊 對,這個是0.5 對啊,然後 這個扣的呢,全部都是 就是,從人家圖的 就是,剛剛那幾個是解出來的 所以我是拿去 喔~~ 我拿一拿圖,就是 自己擋 所以擋這不可信 比如說,你在做的時候 你要去算他的上下邊界,然後所以你可能 你可以去做overloading,然後 總是去,比如說你要做加 反正就順便去算他,而且上下邊界會 記多少,然後你自己定個type 叫做inferble,裡面會有 你的值得上下線這樣子 那跟你其實想要的是 我們右邊說的這個叫做 notstandard interpretation 就是你要做到這些事情,你就 就必須去做這樣比較複雜的 定個type,然後去做overload 就是那個overloading 那這樣會不會有些問題 就是 這樣的話很常見啦 但是你要不要很多些 那 當然有很多的比較麻煩的 問題在,比如說 就是你很難去 去想說,到底這個 這個,這樣的方法,這樣的程式 到底可以支援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是我到底實際上 我支援哪些julia的 就是 functions這些 好,那還有些東西可能是 你實際上沒有辦法透過 就是overloading去打造 有可能的caddle pro 是不能去 不能直接去把overload掉 那你的 binding啊 calling scope這種東西 那全部都是 caddle 就是neverloading 然後把這些東西切換掉 那就需要再 就不能提到說 我們 我們會在 在找到看的時候 去做個組織 好,那就同樣 會再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 為什麼是julia 那為什麼他會提出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就是因為說 julia他提供了一個 就是general 然後就非常 powerful 這樣的API 就是 包含先上提到的是 sdr metacle women 然後julia的IR 那幫你們可以去 去跟julia的tang pilot 去做互動 然後 那我們現在 這個簡單來看 這個是julia本身 他的 整個 tangpile的一個loop 就是 因為julia本身有jit 那 他會在 方選執行的同時 會先去查找 就是說他有沒有 就是 事先被變好的 白女 然後 如果有 他就會直接進入到執行的部分 那如果沒有 他現在就會進tangpile看的地方 然後去 去做 type inference 然後去做 適合 然後最後做 頭選 那 呃 casset的話 他主要的地方 主要是在 就是 第一個是 Maper2Cup的地方 那他會去 基本上是 替換掉 透過Marco去替換掉 你的 ccode的那個function 然後再來是 contact的地方 那他會幫你把 整個 你要捲出來的這些code 就整個 就是 影片去抽換掉 或把你的 code info 然後你的 主要 Ir 什麼 就是去做一些修改 然後去替換做 好 那這上面大概是一個 帳箱 不知道這邊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的 沒有 然後 希望法式 他會去哪裏 就是 法式 呃 第一個地方 他是會 他會透過那個 那個 然後去修改你的那個 Maper2Cup的地方 就是 你覺得你在 code一個function 那事實上 他會透過Micro 你把它修改成 code另一個function 喔 你說這是新的情況嗎 這是 現在 對 現在 對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那個 整個流程叫 那個 Overtubing 大概的 解讀他大概的順序是什麼 然後 底下的話 那他也可以在 躺到看裡面的地方 那 去將你的 code進來之後 那 如果就是 Judia自己的IR 那他可以去 把這些IR 去做修改 那 後面就有提到 那些 就是叫 paste selection 這樣的部分 好 那 要不要看起來有問題嗎 好 如果你有發現我們就大概 就是 呃 大概在先提就是說 就是 好 就是 Judia現在本身 就是1.0剛出啦 然後 呃 卡錫本身 因為他也是 非常 高度的依賴 Judia本身 compilot 的很多的功能 所以 就是 當如果你 Judia的版本不一樣的時候 那他 那他 它有修改 那卡錫本身可能就會 會 掛掉這樣子 所以 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每個版本的卡錫 卡錫 都只支援 某一個特定版本的 數量 然後 如果跑出來有些什麼 狀況的話 有可能是卡錫 或是Judia本身 呃 然後就是 再跟各位 跟大家提到的是 卡錫的0.1 版是在 就是先期間的 就是英國內Judia content 就是剛 release 所以跟大家講 那 那 作者他自己有在 Judia content上面有 就是 相關的token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 我們可以先來給大家 就是看一個說 卡錫可以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比如說 如果我今天就是 我想要再不修改 我的code的情況下 簡單的做一個 就是loading的狀況 那我可以像這邊 這樣子 就是 呃 我先 用atcontest這個碼code 去訂了一個叫 cleancontest 怎麼會出來 然後 我去訂一個叫 printbook 再 去跟說 我所有的 function 執行之前 那我都會去把 我的 function 跟 運出來 然後最後再 overview的這一段 就是 比如說 etrim 2 這段code 在 底下就是他 實際的成果 就是 最底下是0.0 當然是實際的輸出嘛 那中間那一段 全部都是透過 就是 開設這樣的 這樣的 這樣的 API 然後去讓你去 做出這一段 然後 或者是 我們也可以去做到 就是 在同樣的一段程式裡面 我們去計算說 就是 某個 function 被 叫了幾次 就像這邊 我們就訂了一個 叫 comp 那 裡面 你可以給它們的 type 那 在全部的時候 我就針對這個 type 說 如果有 出現了這個 type 的 function pro 那我就把 counter裡面的 直加1 然後最後再 把這個 counter 就是 當作 mina data 傳出這個 context 裡面 然後去做overview 那我最後就可以去看說 像 以自己的 例子來講 c2 counter的話 c2 type 是 data type 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一個 一個 method code裡面 有的第一個參數 是 type的話 那 你就會 都會被 計算到一次 那這跟上面的 這段 code 是一樣的 先看到說 實際上 第一個 argument 是type的 只有 sit ofp的這兩方圈 所以 你最後 實際上 code就是 他們寄到了這兩次 好 那 那 我覺得就是 只是講個簡單的一個 一個 一個範圍說 就是 你今天可以在一個 在一個 修改你的程式的 那種情況下 然後你可以去 在每一個程式的 執行前 然後執行中 跟執行後 然後你可以去做到一些 很特殊的 一些處理 好 到這邊有什麼問題的 那 那 有 有 有 還 有 有 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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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有 有 那為什麼 那個 就直接對應到 直接對應到上面 那 就是 它那個 那 那 就是 就是 你在 執行的時候 你可以 針對 contact 去做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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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幾下 對對對 對對對 那 那 那 c.com contact 就是 針對 你會等一下type這東西 OK 然後 譬如 部份裡面是說 我要第一個 accumant是type 在 在 這一段 第一個accumant 就是 function 第一個accumant是type 所以 任意的 function 我只要第一個accumant是type 我就會把我的房間加一 OK 那 這整個 其實主要的 都是建立在 就是 這叫overcube的 這個功能上面 對 那 這個 它整個想法在這樣 就是 你任何一個 譬如說 f off 然後就是 argument 全部都會被轉換成 這一整段 在被overcube的時候 那 它主要透過就是 你給contact 那 它實際call的 我先call 去book 根據contact 然後 f跟argument 然後 execute 針對 contact f跟argument 然後 你可以重新拿到 你的 return 趁著那個pide 不然 你的 return review 可以 那 這邊講的就是 剛剛前面提到說 我們在 julia的contact cycle裡面 那 第一個是說 在那個 mapper loopup的地方 我們透過 就是 add overview 這樣的 function 然後 我們會將整個code 就是一樣 變成 這樣的一整段 然後 我們現在就可以 根據 我們自己定義的 contact的pide 然後 去 overload to h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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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再來 達到我們想要的 特定的 就叫做 contact specific的 還有這種 可以 好 到這邊 有疑問嗎 沒有 那我們就 怎樣看 他在整個機制下 提供了 三種功能 我們就會一個一個介紹 第一個就叫做 Context Dispatch 主要是前面的 Olive Duke的機制 它會根據你自己的 Context的Type 來做這樣的 所以我們講說 Context Dispatch就是 這個Program用在特定的 Context裡面 然後你可以同時將一些 就是額外的 Data然後就是傳進的Context裡面 然後再透過Context 輸入去的Data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一個 一個簡單例 就是在這邊我們想要做的是 做一個叫做TraceContext的東西 那這個Context你可以幫我 就是 我在執行某件Code的時候 然後換你去記錄說整個 FunctionCode然後就是的結構怎麼樣 所以我們可以做出整個 Stack的那個架構 那所以 在這邊 就是定了這個 TraceContext之後 然後 我們去 overload Exit的這一段 那就是說只要我 這個 Context是在 TraceContext裡面 然後我剛好在執行的時候 那我會幫 就是將我的整個 就是 Function和Argument 全部就是都推到 這個 某一個 某一個 subtrace 就是Trace裡面 這個array 然後接著 我再將這個東西 就是 重新的 傳到 一個新的 TraceContext裡面 然後就繼續這樣子 就是 一刻持有的下去 然後所以 像 在 嗯 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是 我們最後實際傳的 這個 MenaDepa就是 簡單的定一個 空的 空的這個 Vetor出來 然後我們在裡面 會將所有的 每次被空的這些 Function 然後它的Argument 都Push到這個Vetor上面去 然後這個結果就長得像這樣 就是 一個Vetor裡面 然後包了一個 那個 就是應該是 一個Pair 它前面是 它的Function跟 Argument 然後後面是 下一個 你能進到新的 新的 Stack上面的時候 就是它這個 你可以做出 這個StackTrace的 好 這個B層問題 好 謝謝 謝謝 我拿出來做幾發就好 目前還沒有 可是它現在有保票 對啊就是 呃 卡聖他們當初的 就是 在預想說有哪些東西 就是 可以應用的時候 他們就 提出一個列表 那當中就有包含 一些靜態的東西 像這種就是 這個 你去 chess the program 然後 這個是你承受 執行還可以知道的 對啊 這實際上要執行還可以知道 就是 你可以去做這些 這樣的分析 那 你也就是 也不用再 就是到 太大的 程度去改動 你真的來扣 因為 整個實際的 整個實際的 就是 你可以就是 比如說 你有個Function 是叫 叫面Function好了 然後你就把它放在後面 那就是去 整個面Function 然後去 去 在 現在 就 目前 好像還沒有拿 就是 實際去做 什麼東西出來 就是 這是他們當初 預想的人 就是可能都可以做的東西 這部分 就是 包含前面的 都是 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如果 我們要 你可以 就是很簡單去定一個 Contest 然後 我們去對 剛剛說 Overview 分成的這三個層面 然後去做 就是 Overload 成績去定一個所每個階段 來做做的事情 好 那 再來就是 呃 反正它提供的第二個功能就是 它讓你回去做的叫做 Tax Inversion 它最後一個位是在 我們剛剛提到說 在 Compile Time的那個地方 的階段去 做 處理的 在前面做的事情不一樣 嗯 在前面做的事情不一樣 怎麼會 在前面做的事情不一樣 嗯 怎麼會 在前面做的事情不一樣 你說開Tax Inversion嗎 對啦 呃 開Tax Inversion它的差異是在說 因為 你會實際去修改 就是 整個 呃 在哥哥哥堂開之前 你說有沒有GDIR嘛 就是這個CodeInfo 這個開的 那它會 實際的去對這個東西的修改 前面都是這樣看 是嗎 前面是Marco的那個磁力 所以說 像 就像 歐爾第五這整個 不假作就是 它是解放Marco 那你可以將 就是原本的FunctionCode 換去 換一個三個嗎 然後你的Function 並不是實際 真的FunctionCode 因為你是被替換掉 然後把 X當作Imm 採進去 那你覺得 那四個人全可以換掉 所以你找到是不同的 那個 那這部分是 跟 跟後面講的不一樣 因為後面那個Function是 它是 呃 當然會先做這個模式 但是 它會再拿到了那個 那個 CodeInfo的開魁之後 它會實際進去把 裡面的東西做修改 所以 如果要講的話 就會是跟他講的說 第一個 就是OV6架構本身 其實應該比較像是 在Mapro和Luga的地方 幫你去做一個抽換 那可能開始印象的話 會更底下的就是 就是你已經做完 inference 那你要在 Jam這個 function 或是 Jam 某個 maker 出來的時候 然後持續去修改 IR 的部分 所以說 那我們就來看整單的 OK 那這個開演員設置的時候是 你會持續去修改你的 code 就是常個 complex code 的表現 好 那這是一個就是 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跟大家說這個可能 你就不一定真的需要拿到訊息來做 但是 大家會就是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就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先定義了就是 某些的 type 那我們要說它是不是能夠 fit 到 sensor beat 的這個 就是範圍裡面 然後我們同時定義說就是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那這些 type 要怎麼可以轉 轉換成就是它們的 sensor beat 的那種形式 然後透過就是 pass 這個 marker 然後就在講說就是 你給一個 context 然後你會有相關的就是 就是 maker 的 signature 然後還有你使用 maker body 那 maker body 就是 code info 的這個 type 然後卡斯本 它提供了兩個 function 讓你可以去做 就是扣靈魂的修改 一個叫做 retrace match 然後另一個叫做 我先頭看一下 另一個東西叫做 另一個東西叫做 靈色 statement 就是它有提供這樣 你這樣的就是 這樣的 function 那你自己可以扣靈魂去做修改 那這邊是很簡單 聽我們得知道 reframe match 的這個 function 那它第一個 一次的傳輸是 一個 function 然後去做個判斷 那如果這個東西會不會傳出的話 那它就會去 就是透過後面的 function 然後去把你的 code 裡面的 那一個 statum 換掉 然後那這邊再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直接在 我在跑某 function 的時候 那我希望它的整個東西 全部都是在 32 beat 的這個方法裡面 就是我的電腦 雖然有64 beat 的 那它一開始 我可能隨便打一點 它會是直接 關鍵 contract 的 就是 嗯 符號的64 這樣出來 那說話就是 今天在這個 用這樣的方式 我可以直接把整個 code 裡面所有的 就是 不管是 就它只要是在 32 beat 的範圍內 的東西 就全部都直接去看 就是33 beat 那這邊有沒有 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它只是替換 它只有做一個 它只有做一個比較 沒有 就是 那個 你要看 32 beat 的那個 然後跟那個 壁形 32 beat 就是 壁形 32 beat 會告訴你說 這個 statement 就是 要不要被替換 然後前面就是 如果要的話 它會執行前面的那一段 就是 那個 code 所以第二個參數 是condition 對 第二個參數是 對 第二個參數 是 repress 掉 我說第二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 不是condition 對嘛 第二個參數是 repress 我講 conniture 就是repress 好,對,所以第二個就是你給我走過的卡名稱 然後第一個是你實際你要把就是replace 手那樣子的Statement去 所以就是這邊的例子就是他把就是 MakeBody 底下就是code info 的 code 的然後去做replace 掉 把輸入掉,他是 integer 或 upshot float 的然後轉換成 那他的 add pass 是什麼 add pass 就是讓你去申請一個就是它可以 就是它是有那個 pass type 這樣子 然後是要交給就是,因為context 裡面還有一個 build 的也叫pise 對,然後傳給context 裡面 然後所以他會在幫你去執行的時候去 交這個pise 很多條件 所以這樣是不是會有 總之說每個不同位人的數字 是不是不用 不用特別全區號的卡牌的事實 嗯 你看就是你要寫有這種patch的 就是你對一個code 非常patch 然後你對啦 你要寫這種patch的路 對 然後他這邊弱充你在一直convert 對,我沒有出一些其他人的東西 對 是啊是啊 所以那卡牌可以完全自己是 這只是一個提供 那那就是,有時候我現在有一個 一個數字,然後他往上播在裡面 然後他會從發揮也滑到 這個四個人的感覺 欸欸欸欸 然後這個,這個事情不是已經有 big in 的 是沒錯啊 但是 big in 它變成說我一開始就要 沒東西多 every job 限定 這個狀況主要是說 有時候你在做數字印刷的時候 你可能希望 就是你的GPU上 你只要跑32B的這種東西 那就是你原本寫一個 function 寫一個 function 啊 他沒有特別去對你的 type 做出力 對,那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那直接去 patch掉 對,patch掉 然後換你整個整個去三種類 然後說,雖然這樣做法是有點太 就是 有點像拿個大包去轟這樣啊 對,它就是 就比如說,這邊是一個demo 就是它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是啊,對啊 那後面還有個別的例子 對,不過這個因為 對,那如果一次convert 其實就是滑過去的 對,那就是幫你把什麼方線 沒有扣的就抽換掉了 再交給一個坦白的問題 對,那這邊是replace的部分 然後後面的例子是insert的 對 對,然後 再講到那個例子之前 我要先講到就是 這他們在 這個 的issue上的討論 主要是那個mike他提出來的 他說他今天想做一個 function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看他 他想要的效果 就是,比如說你今天看到上面 有一張code 我今天有 A跟B 然後有個function add裡面會去print 就是說 I'm about to add A跟B 然後print c就是給A加B 這樣子 然後regenc出來 那他希望的東西是說 我希望 我在執行的時候 我可以把這個 所有的IO都解出來 那 我call完這個function的時候 他只會 真的 就是他只會把數值算出來 那不會真的就是 把這些IO輸出 那可能會得到一個call by 有說 我實際去call the call by的時候 我才會去 把這些IO輸出來 大概是像 那 所以 那 就是如果要做到一點 其實 一個簡單的做法就是 透過就是 剛剛先提到的第一個 就是contentual 這個dispatch 那我在Vanadata裡面 傳了一個 就是call back 這樣的一個strap裡面 然後不停的在裡面去 呃 構造這樣的一個 就是closure的那個出來 就是底下的express 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說 實際上 我每次就是 都會把我的 MetaDepa的這個 call back 這個strap裡面呢 更新成一個 新的line檔 然後他會去把 就是 新的這個print 然後跟之前的 收集起來的call back 都會接在一起 變成一個call back 然後包起來 對 所以他就是 就是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dipa其實 它是針對在 就是 嗯 print line的這個方向上面 這個只會對 就是在這 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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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那 可以 那你就是要有一個 方向 然後你對它去做 這些方向做 然後把這些東西 就是收起來 call back 然後 那事情 你連到 在這 你連到 你連到 對 所以 這是第一個 簡單的想法 說 那時候 有人提出了 另一個問題 他說 他想要 就是 他想要是說 他連 本身的就是 print裡面 那個stream的 contract相關的東西 他都要解釋回來 他不要就是 只拿到 就是 contract的玩偶的 就是他要在 他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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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 之前就拿到 那個 對 那就是 那你跟 這樣的方式 你就不可能透過 你去打到 喔 對 就算會有 就是會有 passing完 之後就這樣 你居然會用 回憶可以拿得到 應該也拿得到 就是 你可能會要 拿到整個 會拿到整個 方圈發力 那另一方圈的時候 會進去 對 對 這樣應該也還是可以 等一下 可能 搞不好還是可以 可能 沒那麼好做吧 對 然後部長 對 然後部長 對 所以他們後來 就是 提供了一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好 那這個就是說 那後來他們就想要 就是去把這些事情 就是 吃掉 所以他們就是 一樣就是 先訂了 contest 然後再上面去做 就是 針對 呃 Cobac跟 Tim的這幾個去做 其實太平了 那 他額外的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就是 他的 他做了一個 test 那 東西有點 有點小 那些東西有點複雜 其實沒有打算 讓大家看的意思 對 那所以 對 瞭解事情 所以這是什麼東西 呃 可以讓大家看點 噢 我沒有 點錯就好 我們不用看 對 好 他裡面他簡單說 他定了一個pice 那他說如果你在 就是 你的 這個 扣裡面執行的時候 然後他會去檢查說 我 是不是一個 就是 是不是一個 就是 是一個cobac 那我會在他 前後去 多塞 就是幾個statement 然後可以把 就是 原本的 就是 就是 變成 額外的東西 就是給我出來 很奇怪 很奇怪 cobac print是不是cobac 不知道他還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cobac 不知道 這個就是 因為他就是 一個自在這邊 他不是會去定 就是 你說這邊會把那個 sql 會把那些print的sql 全部串成 一大堆cobac 對不對 就是 這邊他會就是先去找 一個是他會 會串cobac 那另外的時候 他除了串cobac 他不是要把 sync sync argument 就是拿出來 那些cobac 那些cobac 底面跑什麼 底面跑什麼 還沒串 是不是 那個cobac 到底是什麼 這個cobac 這個cobac 的 function 裡面是 裡面應該是 前面的就是 拿到的那個 方式 參加 這個方式參加 所以 這個cobac 是一大堆 print的same 就是 原 function 裡面有五個print 他就把那五個print 依序算起來 就是 然後他會變 好幾層的 就是 最外層 然後就是 一個print 然後就是 這個print 它就是一個culture 然後裡面會再有 對 這個要執行嗎 你還會拿到 對 底下又說 怎麼做 這個是你每次在叫 就是 我們要做這個 sq的時候 就是你要sq的時候 你發現它是print的時候 那你要去 把你的code 就是 trink的那一段 要幹嘛 額外去做 打開 然後把argument那一段 拿出來 啊哈 對 然後就是 所以他會在你的 就是 這個print的那個東西 的coding或前後 然後去 假如說 我要把這個 argument 就不能 額外的方式 傳出來 那回去 上一個例子中 上一個例子中 如果他的print 有interpolation 要怎麼辦 那個score會不會放掉 不會 所以他就是要跟你講說 就是 他這個例子就是在 就是範例說 就是scope會跑掉 這樣子 這個scope 不會跑掉 對 因為他是在 你自己在執行到那一段 他那個code 是在原本的那裡 就是scope底下執行的 然後他是在你的 就是真正進 那個那種 攀開了之前 那邊攀開了之前 然後去把那一段 就多塞幾個sq 把那東西拉出來 對 然後這裡 大概結果就會變得像 嗯 像是這個樣子 就是 你會拿到 呃 後面的一串 就是 包含他的 就是糖刷的 一些東西 來計算 這個 就會有什麼東西 會拿到 呃 可以嗎 可以嗎 對 所以這一點 反而包含他 能夠被扛穿的人 在做什麼 喔 OK OK 喔好複雜喔 因為他中間 做了好幾個referencing call 對啊 上一頁 他 在上一頁 他這裡做好幾個referencing call 意思就是說 上面那個sq 在執行的過程 如果遇到print 會跳去下面那個sq 對 然後再滾去上面 就是你每一行 因為我不是 我的整個層次的 每一行 都會被替換成 是 true hook execute 跟 post hook 喔 OK OK 所以每一行都會 會變成四三個東西 然後各自 issue之行 然後我現在是 就是 我只有 overload了 execute的 所以 tru hook 那我現在只管 execute的部分 那這邊是每一行都會 有各自的 對 那每一行他還會 特地幫他 包含他促進的concept 他那個score都會 特地 幫每一行 把他的score包錢 那他也是 底線cds 這個 你說哪一個 底線cds 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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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底線cds 是不是指說 底線cds 但是它是一個就是 去借一個就是 類似的concept 出來 那他怎麼決定score 變成說 每一行的score 怎麼 怎麼界定 喔 還是因為他不一定 所以不會有score 的問題 應該是會被包在裡面嗎 有嗎 可是我的方圈 已經有3號 對 那這3號的score 應該一樣對不對 對 那 他這邊看起來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處理score的 東西在裡面 是不是因為他用bigin 所以其實 不會有多問題 可是如果用bigin 他會汙染到原本的 score 這樣不是會汙染 比如說你在那邊 用底線cds 那 對 應該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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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但是 對面看起來 但是直接在 就是整個原本的 Stand in那邊 然後去做抽換掉 我覺得神 有一些地方可能要 對 也會不會要再細看一下 如果這底下是 大量的就是 主表的IR 會不會 對 一定有原本的狀況 好 然後 那 最後是一樣 就是他把整個全部拿出來 就包含 就是 contract的部分 對 然後最後要講的就是 呃 他可以去額外帶一些 contact上的資訊 對 就是 對 就是 因為集結是讓你 可以去 然後再一個 contact上面 然後 給個簡單例子說 如果你大概有 有實際去做過 就是 這個 自動 就是 那 可能會知道 那 原本的 使用的方式可能會 你會需要 自己定一個叫 Duel 這樣子 Duel Number 這樣的 Type 然後裡面去存排的 S跟DS的值是多少 然後每次就 overload 掉說 我要 我可能要就是 加上另一個 就是這樣的 Duel Number 然後我的這個 呃 Duel Number 然後我的這個 呃 Duel Number 那這邊他就是提供 就是 他這提供了一種方式說 我 我 建典的叫做 就是 Eve 這個contact 然後 我在上面 我去對我的 Value 去做 那他額外 帶的一個 Data 就是 這個Value 本身 他的 那其實跟 你本身的想法 也是很類似 那只是說 他今天把這件事情 就是 就是 帶在你的 contact上 或者是在 這個Value上面 然後 所以 比如說 我們這邊 的 這邊 這個D就是我們的 微分的這個方針 就點一個F 然後 你要對你的X 去做微分 那 我第一段就是 我會先對 定一個contact 然後讓這個contact 就是 跟他講說 這是可以被 take in的 然後 接著是說 我去將 我去將我的X 然後去包成一個 tag 這樣的tab 那他裡面會帶一個 叫做 就是 MekaData的東西 那裡面就是他的 微分的群 然後再將這個tag 在 呃 F 跟康代D加 去執行 那最後的這個 這個tengent 就是 可以把tag的那個 結果拿 就是 微分的部分拿出來 那 主要的做部分 就是說 我在 這個parset 底下 去overload 然後 在 尾分的這個部分上面 比如說 我會 sign這個function 然後去做 overload 然後 那我會去 定說 我的 這個 X的值 那我會先 把它的值拿出來 然後 去取 他的 就是 這個tag上 在裡面 就是他的尾分值 然後再重新去 現在 把它包一個新的tag裡面 然後 稱包 所以他這個是 他只 正常只要經過sign 然後 在康代底下 然後 微分值是cos 然後 乘上 你覺得沒有dx這樣子 然後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第一 所有的 就操作啊 cos 生法啊 然後 加法這樣子 好 大概 就是 跟 整個 整個 整個方式很像 就是 現在卡在雷幹一下 然後 接著就是 那 實驗之前就會變這樣 就是 我可以根據 我給一個function 然後 對他的值 去做尾分 那我會可以做到像是 這種 有nesty的部分 就是 我的一個 尾分裡面 然後 其實他產了另一個尾分裡面 然後 這邊 紫牌 對 然後你也可以去做到一些很奇怪的 就是 他會講說 你如果寫一個 就加在這邊 你寫很奇怪的那個code 然後你code長得很噁心 那他整個出來的紫牌是對的 對 那這個 可能現在code大概會長得像是 這個樣子 就是說 你現在有 然後有各種奇怪的 就是 就是type 然後最後裡面就 這個function本身 就是在做 就是把x y 去做上 然後再去做乘法而已 對 然後他把它寫成一個就是 很複雜的 這種 很詭異的模式 那 嗯 結果的本身提出說 為什麼要把它寫成這樣的原因 呢 所以就是 大家想說 不會有人這樣寫code的吧 那可是 他每次就會有人發議 就說 就因為他們這樣寫code 然後沒辦法用 所以他就寫了一個這樣的taste 然後 就想要 就確保說 這個習慣複雜的情況下 那 你透過就是 這個 pacetor的這種 這種 這種 ad的這種 就是 framework 都可以很正常的去做 好 那 就帶來的道路 主要就是 上面這三種 那 測試一下 這邊有沒有 taping的部分 然後 那 就 最後解釋就是 呃 因為 卡塞就是 提供一個 API 那你可以去 針對你不同的 content 寫不寫 特定的一個 program 然後也讓你有一個 呃 來算 做的方式讓你可以去 修改 就 去 去 然後你可以就是 針對 各種看的去 去 去 測試一下 然後 然後做一些影響 就是額外的處理 好 然後 這邊有一個人就是 主要是 官方的大庫門 然後後面兩個是 呃 卡塞做的自己在 資料康 跟我一次 不知道哪一個 尼哈上面給的 好 好 就 結束 那 那個 overview的 這東西 會 帶來多少 效果 欸 以 作者他自己的想法說 你如果只是單純能做 contextual dispatch 本身 那 效能其實還好 因為大部分是 Marco跟 處理掉了 那 真正有效能損失的地方 在開店的部分 對 他們開店的部分 目前 就 還有很大的 效能影響 這樣子 對 那 其他的 都 還好 好 OK 有C的 四季嗎 沒有 但你們講O的 就是這樣 因為 像AD就很強弱 對 AD對這個需求量 很大 我再給你一個就是簡單講說就是 呃 關羽剛剛在 在跑這個 就是 用卡塞做AD 對 那 他可能簡單做一個 尾分 有些的可能會到兩三秒 感覺 感覺 不太可用 三秒 對 目前的狀況還是有點 就是 他還是有效能力是在開店的部分上 對 他說 不然還要等於是 Julia等生的坦白的有 做到一個 調整 來 對 好 我剛剛看 他的那個 那個 上面說 他還可以做的 像 這種 對 他想要做什麼 就是 Rickory 突然就是把你執行過程 紀錄下來 然後 重新 重爆一次 對 我覺得 會有點 有點像是 那個 感覺嗎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是 剛剛那個 Trace的那種狀況 對 對對對 像這種感覺 然後把他 裡面執行下來 然後再 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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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